在西藏一个藏传佛教比较兴盛的地方 必须要坚持宗教的中国方向 讲清楚藏传佛教 自身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另外一个呢 在宗教方面呢 我们还是要坚持信仰自由 自主自败 依法管理 引导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特别是在岛上下功夫 那么在西藏还有特殊的一个情况 就是要极致鲜明的消除 十次使得来利用宗教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另外一个呢 进入新时代啊 教育群众淡化宗教的消极影响 理性对待宗教 过好今生幸福生活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